各位觀眾在今歲無教在各位觀眾表演的時中心 基本在家歌舞與歲同歡 作歲、黏情以及婚聘算的活動 館長中兩次題目和小朋友作歲問題 和搖掐蘋果、劇團、郭子養女現身經濟力活動 小朋友驚慌不斷,人氣溫定 今年在世教特別中選都結合完結婚 以及二東教演出現場有拍照到老歲 歲無風不讓 歲無地攝家、歲無求供家、手機要條碼超人 歲無地攝轉轉的頂頂參觀華東 可嫌大小朋友的歲無觀念 處別的活動也還可以真正親自關 同過參觀就能讓你準備好累 華東領接兩點就是跟館長文章梁閃電燈 當時歲無跳跳TEMPO關注 做起祝福官 邀請大家作非笑鬧、笑聲連連、駭翻全場 特別在民雄演藝廳用兒童劇的方式 那吸引我們所有的小朋友跟家長 一起來觀看戲劇 那在觀看戲劇的過程當中 也讓小朋友了解到 整個租稅為什麼要繳稅 讓大家從小就建立這個繳稅的觀念 那今天我也問所有的小朋友 實際上繳稅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政府有很多的施政 那需要錢 那這些錢實際上就來自於百姓的繳稅 那怎麼樣拿透過百姓繳稅的錢 能夠把這個國家建設的更好 那社會福利做的更棒 我想這大概是稅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那所以各縣市政府都有稅務單位 包括國家也有國稅的單位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宣導 讓大家懂得繳稅 懂得讓國家的建設越來越好 我想這是一個這個簡單的道理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老百姓的稅金 我們政府可以更努力的 那更這個公平正義的 那更公平的 讓這個社會可以得到更大的好處 我想這是租稅的基本的道理 吳政良表示 租稅是民眾應賢的義務 國家重大建設都必須要課稅收集期 先進稅稅的義務 才能夠支持國家重大建設和政策 也要感謝租稅的用心 將稅部擁擠稅費稅 和稅部關聯為稅和雜金 租稅稅提出民眾 11月第價稅開金 可以透過道館稅的方式稅勒 如果民眾想要到朝鮮勒 應稅的稅額提升到3萬塊以下 如果透過地點行動幾乎APP稅 租稅稅也要提供求中華東 歡迎民眾多哥利用 相信先本 祝來行 高級觀 彩虹報道